大家好,今天牛醫生的狗護士 錄音時間又回來 都是程雙回DBS,坐在這裡做聲音 因為是筍哥,死爺爺 我寶寶龍的爸爸入ICU 真是很慘 不是他覺得他覺得我慘 我們今天先開一條V,談同情 同情心有... 剛才DBS也說 有些男人說 用同情心來騙掉 這個就是... 世界上真是很普遍 但是我又沒有見過男人跟女人說 我很久沒在吵 我只是吵兩跳 我真的沒試過這樣 我真的想試一下跟別人說 但不知道說完之後有什麼效果 我試過跟阿妹說的 阿妹就是自正看完講了幾個字,吵我魯莽 我經常被阿妹吵我魯莽 好啦 我們講回這集,談同情 同情心這件事很有趣 話說為什麼 今天講一集同情心 阿筍哥就跟我說 他阿爺就是離世的時候 他覺得他很同情 但是話說一件事 就是他阿爺都好像八十多 嗯 八十多走都賺得了 是啊 就是 又沒有什麼願望是達不到 又沒有什麼願望是需要再達成 也都沒有什麼是 就是... 除非他阿爺說 嘩,我好想吵你,一杯屎方兩跳 那現在難隔成 你又知道怎麼我 心臟病八 多勾 怎麼插一杯屎方兩跳 被人插兩跳就有份 起都起了 哈哈 哈哈 DBS說我這些咳聲很容易承認 我告訴你 哈哈 鄧公子呢 為什麼在這個節目裡承認到我 原因就是 因為我經常咳 那就是咯 那咳聲真的很容易承認 哎呀,真是糟糕 哈哈 最慘就是咳聲被人承認 哎呀,有人放貓貓 很喜歡貓貓 那咳 阿筍哥就說 很同情他阿爺 那有一件事就是 他什麼願望達成 你同情他做什麼呢 那第二件事就是 多阿寶寶龍哥的爸爸 那寶寶龍哥的爸爸 他就覺得他自己很同情 我是覺得一件事 喂,大哥,他都七十多 那什麼都做過了 又有什麼需要 真的很同情呢 那再有一件事 引伸出來的就是 在這次的事件裡 阿寶寶龍呢 就是要回家 就是他因為 爸爸又失禁了 那去探病的時候 又幫他抹一下身 抹一下屎 抹到整個手都是屎 那我想說一件事 我不去的時候 阿寶寶龍就是 阿寶寶龍就是 阿寶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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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沒有同情心 我想說 有三件事是不可以的 四件事 第一,親情 第二,友情 第三,愛情 第四,毒品 那你不會去嘗試一下 去測試這些事 其實是很無聊的事 等於你試一下 你拿個春袋硬 還是牛磚頭硬 拿個磚頭包 拿個春袋包 你怎麼慘叫而死 就是這些事 是完全不可以的 就是脆弱到不得了 我不知道阿DBS 有沒有感覺到 或者試驗過 親情、愛情、友情的脆弱味呢 嗯... 友情也試過的 是啊 那就是一樣 有些事是不可以的 那... 嗯... 這個談同情 這個同情心 狗病床前 就真是無效指 我在醫院裡面 真是見到盡 但是家人也是同情心來的嗎 哈哈 對家人不是同情心 你就是親情 親情的同情 你要同情他 你需要幫他做某些事 如果你不同情他 你不會想和他做某些事 我覺得同情心是 在一些可能是 呃... 不認識 或者是朋友身上 家人都可以用同情心的嗎 家人可以用 哈哈 好用的 我在醫院做這麼久 真是 我見到盡 就是 你病一天 病兩天 病三天 病四天 都有人去看你 你病得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沒有人看你 好現實的事 真是 同情心你會沒有 喂大哥 每天都是這樣 怎麼過啊 嗯... 或者 我覺得那些老人家 可能... 我反而覺得 有些老人家濫用了這個同情心 哪些老人家 譬如我去醫院 覆診 有一次 想著 讓那些老人家 就是 危父 去付錢 要他見步如飛 比你快 對 然後呢 打算讓那個阿叔先 那我叔 不... 先讓那個阿嬸 他已經不排隊了 那一得就得到你面前了 那OK啦 都先給他了 就是他裝不懂 問你 是不是這裡付錢啊 那我對 就得到你前面了 不要緊了 下給一個 然後第二個又來 第三 第四個 就一直不停地來 後面那兩個人 還在看著我 還好意思說 好像是我 我讓 就是很讓了他們 那樣 那個女人不爆你 張美姓盜笑 那不是怎樣 難道說 又不好意思 告訴他 在後面排隊 剛剛才 你撿翻身彩了 真的 你過去同情心 我睡了 我睡了一樣 剛才我跟DBS說過 話說 有一天 阿寶寶龍 不過那隻貓貓很可愛 很喜歡貓貓 話說阿寶寶龍 有一天就跟我說 那分都沒有 他就跟我說 喂 如果我死了 你記得幫我照顧我爸媽 那我立即彈你起來 我一彈你起來 我就瘋了 我說我死了 我當年跟你在一起 我說我死了 我就叫你 就把錢 我的錢 或者資產 賣光之後 你拿完資產 第一時間你就改嫁 你當我沒有存在過 你當我沒有存在過 不用你所有人 不用你我的親人 不用你任何的 你死了 你叫我照顧你爸媽媽 這個愛情 哈哈哈 真的被人找笨子 哈哈哈 那你就用你同情心了 我就是沒有 哈哈哈 這件事真的沒有 而且在那個 同情心裡面 有很多人濫用 我認識的 有一個朋友 他媽媽就有這個老人癡愛 他自己也不是很遠 照顧他媽媽 他就叫他另外的一半 就去幫忙照顧他媽媽 有些事我想說 你自己不願做 就不要叫別人那半去做 但是婚姻很有趣 然後婚姻裡面 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不願做 就叫他另外一半去做 這些真是正仆街 就是 我不明白為什麼 有很多人看婚姻 就是 你不是希望帶給別人開心 你是希望有些責任推卸 哈哈哈 我自己不做 就讓你做 我舉一個例子 那有一天 我有一個同事 就跟我說 他叫狗戶士 那我呢 就 那時候我媽媽呢 就是老人園 那我哥 我姐姐都不理 那我見到他 哇 很慘 我就馬上背他回家 一放下他 我老婆都不說話 我說是呀 我之後問他 你老婆有沒有出來做事 他說我老婆沒有出來做事 十幾年都是我養他 有個子女 我說就是 你老婆十幾年都沒有衛生能力 她不是不出聲 她是不敢出聲 出到去 屁股都找不到飯飯吃 我說反過來 她背她老母回來 你會怎樣 她之後不出聲 這個世界很有趣 有些事情 就是 你們其實你們 就是你們自己這個工作的性質 其實你們不是應該 都是很有同情心的嗎 啊 DBS 你都懂得說這份工作 你沒有糧出 你試試有沒有人上班 你都傻啊 那你始終都會見住 那 就是見住病人 那可能真的不多那麼少都會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 如果你做性工作者 你是不是很熱衷去做愛呢 就是啦 那總有些的 總有些嘛 對呀 一個月有一兩天 等於你同情心 你都會一個月一兩天 你不是三十天 裡面三十天都有 但是 就是 你做一份工作 你就會很厭惡 那份工作 你上班又做到 下班又服侍人 這麼瘋 就是你上班服侍人 下班又服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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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很滿足 你會覺得自己是偉大的事業 你會很瘋 等於你做性工作者 那個性工作者 就跟一個客劫了 他上班的時候 就被人砌到媽媽都不認 下班的時候又被人砌到媽媽 砌到媽媽都不認 都覺得很過癮 就是 你做砌人那個是過癮 被人砌那個是過癮 就是想的 就是我想 你是對某一個行業 有某一個特定的光環 就是等於李嘉誠 在南亞島事件上面 他哭一樣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他不是充滿同情心 他那個混蛋是滿足了大眾的需求 做變態 對 你說得對 就是他 他就是想 我告訴你 我對這件事很著緊 李嘉誠 在上次 他賺得不夠的時候 他跟我們說 他說我們會撤資 喂 你好討厭 要是你就快點 你又不要在這裏說 不要出口術 又說香港這裏不貴 喂大哥 不幫你買 你又說不貴 你真噁心 這麼多人死不見 那個混蛋死 我告訴你 當年大富豪 不打死那個混蛋 真的 大富豪應該拿去打把 我覺得張子強 應該拉那個混蛋出來 打幾槍 這個混蛋 簡直是人份之中的人份 糟糕 那個混蛋 真是瘋狂 那你至於 就是我 我經常都說 為什麼我 沒有了同情心 在中學 在讀書 在出來社會做事 真的被人騙得透 好像剛才那樣 我被人騙得透 我本來在DBS 就在這個 花都廣場等 我好誠懇地 在明都中心 在明都廣場 就問一個食招 姐姐 那個食招姐姐就跟我說 你走一條天橋 轉左手邊 有隧道不要落 就見到我 屌她的老母 逛了半個小時 都見不到 還要去到一塊山 山卡拉 不知哪裏 幸好是DBS來找我 那些人屌她的老母 那你和靜心 和靜心就是被人吃了 那我一定見到你 見到你紅狗 那就是 等於當年我中學 有個仆街跟我說 狗護士 我回到家 還要幫爸爸去看檔 拍行檔 你幫我佛抄 我屌她老母 原來幾個月佛抄還沒有 我一個天 我一晚幫她抄 那混蛋 原來跑去玩 這個被人欺騙 我真的幫她佛抄 我老爸老母還說 你經常被人佛抄 我屌她 真是由上大被人欺騙 你真是 哎 心靜心靈 我有一次有個同事 就入了醫院 夜晚一刻 嗯 那夜晚入院的時候 一個護士就叫我 喂狗護士 你去探一探她 我想看看她的情況如何 那我買了一盒乾燒衣麵 三更半夜 買了一盒領茶 因為知道她還沒吃飯 就去看她 一去到你知不知道 這個同事跟我說什麼呢 怎麼了 很餓 哈哈哈 DBS真是有同事 她第一時間說 啊狗護士好屌你老母啊 我入醫院真的 你是不是以為我假的 你現在上來看看我死得了沒有 啊 我屌我老母你早就抗屌 大佬我真金白買給你吃的 我真是好心才來看你 屌糕 你說這個世界真是屌她老母 好事不好做啊 你說得對 對 有一次我去金翡翠 金翡翠呢 就是有個聖功集 就是跟我說 一上到來 第一時間搭一張床 她就跟我說 啊狗護士 我腰骨痛 蛤?你腰骨痛? 她說是啊 不如你幫我按兩下 那我說啊你躺下吧 幫我按兩下 她按了頭 按了肩頭 按了一腳 我之後 突然間有些反思 我上來是買槍斧 就是嫖妓 不是幫人打骨的 大哥 到差不多 幫她搞完之後 她就說 哎呀我幫你搞兩下 那就真的幫她搞兩下 叫你先洗澡 我洗完澡出來 夠鐘 哈哈 這些是被人找笨疾 哈哈哈 那女兒跟我說 我給你個電話 你下次找我 我給你個電話 你下次找我 我給你個電話 是她找你幫我按摩 她找我笨疾 是啊 你說得對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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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世界是屌你 想不想同情深 就是 你給了很多出來 但是你可能收不回來 或者是 你不要說收不回來 你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你給我一點點同情深 但我真的沒有遇過 當然不會 好像上班一樣 一味被客人罵 喂 她經常 好像當你是沒有幫她想過 她的情況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 就是做不到給她的 大哥 她也是說 那你可不可以當一下做好心嗎 那你又可不可以當一下做好心 不要拿著電話去罵人 我告訴你 在香港現在很多人就是 即她不是用這種的說話 用這種的方法 去到 即是 去到夾你 有一次我 聽過病人說話 我真的很反感 嗯 那醫院不給你吸煙的 即是 我們會循例 在探完病之後 就收一收藥 她就跟我說 狗護士 你有沒有搞錯呀 你這麼沒有同情深的 你這樣都不相信我 你怎樣醫病呀 我真的想跟她說 你老婆真的有太多同情深的 所以你有三個老婆 那她的混蛋就是 跟第一個老婆說 我回大陸 都是想著 幫一下表妹而已 但跟表妹 即是阿爾說 我就想著 幫一幫隔離屋的小姐 然後又有阿三 是 咬你老婆 這些就是濫用同情深 你信她腹直 聽她說 真是分直 香港人現在很喜歡用這些招數 咬你老婆 不知道是不是受 受過內地的分途和洗禮得多 大陸的騙徒很喜歡用同情深去騙人 那所以 之前大陸的人就是 可能 這樣沒有同情深 那時候不是說 那個什麼小姐 我撞車馬 是 都沒有人理 多可憐 喂大陸 大陸那些 真是很多的那些 那些 就是尊重同情深去騙人錢 就是你撞得多 你就真是 唉 就是 心都淡 被人騙得多 是 最糟糕的 就是 就是 一出來 我真是被人騙到 我撞到頭 哈哈 撞到不得了 我撞到透明 好了 我們今集說話是這麼多 拜拜